大家好,我是Jason 我們很久沒跟大家介紹過手機遊戲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款叫Lilulu Lilulu這款遊戲不是免費手機遊戲,是要付費的 但跟免費遊戲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 這個遊戲是你付了一次錢 之後你就可以一直玩到爆機,就不需要再付款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免費遊戲才是最貴的 這個遊戲還有另外一件事值得跟大家說的 就是它是由一間香港的遊戲公司開發的 鼓掌,香港公司製造的遊戲,這個值得支持 這個叫Simples Limited的公司,他們之前其實做了另外一款遊戲 另外一款叫魔石傳說的遊戲,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根據我手上的資料,魔石傳說的遊戲是有掌握的 所以他們公司製作的第二款遊戲,Lilulu 我想跟大家試玩之後跟大家介紹一下究竟是怎樣的遊戲 我們進去第一版,讓大家看看 Chase, Who am I chasing or am I the one being chased 這個遊戲的故事大綱呢 基本上就是講我們的主角,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就是我們的主角 他就要去找一個小女生 但那個小女生,理論上來說應該都是他自己 這個遊戲的基本玩法就是tap to go 就是tap的畫面,然後碰一碰畫面 它就會走去你想去的地方 然後就是一些比較簡單的解謎 暫時我只是玩了第一版 所以它之後的解謎有多困難呢 我是暫時不知道的 對了,剛才說這間公司是有獲獎的 他拿了的獎,就是這個2020年香港資訊科技獎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咦,我知道了 我們就要去捉這個小女生 剛才我不是說,如無以外的小女生 其實應該是我們的主角自己 但這個就...我想應該玩到她的故事 再後期一點的時候,應該會有解釋的 那小女生,我們去捉她的時候 它會兩邊走來走去,對不對 我們前面那裡有一個衣櫃 我們的衣櫃呢 我們可以tap 下去 接著 拉它我們想去那個位置 我們拉回去到... 剛剛好頂住它,不讓它過 這樣我可以過去捉到它 這個遊戲大家聽到有很多 很漂亮的一些鋼琴 或者其他不同的樂器 去組成出來的一些很漂亮的音樂 這個是因為他們邀請了日本一個作曲家 這個青田愛美 去創作這個遊戲裡面的背景音樂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 咦,這個遊戲除了畫面是... 風格比較特別之外 它這個遊戲的音樂也非常之好 這個青田愛美的作曲家 他曾經參與過什麼project呢 有Sanoblade 然後任天堂的明星大亂鬥也有他的份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遊戲都有他的作品 所以那個... 音樂的Quality 是有保證的 這一部分呢 我們... 怎樣解釋呢 好 我們每踩一格的話 它就會... 好 我們應該是要踩到去... 剩一個影的時候 才去開那個... 對,這樣就是... 因為這個是第一版 所以... 解謎是不會十分困難 但是... 還有就是解謎的難度 還有那個故事之後的發跡是怎樣的呢 我今天應該就不會全部玩給大家看的 因為我也想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去研究一下這個遊戲 故事是怎樣的 那個... 謎是怎樣的解釋呢 我想大家自己去體驗 OK 這裡它會在兩邊四處走的 兩塊鏡 因為我是已經... 我是已經玩過第一版 所以其實... 第一版我是知道怎樣解釋的 OKOK 我們先用這塊鏡子 去到第二版開始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呢... 我們快快手... 完了第一版 之後呢... 就再跟大家... 去到繼續看看解謎是怎樣的 因為其實第一版呢... 我自己第一次玩... 剛剛開遊戲的時候 其實我玩了... 幾分鐘... 玩了幾分鐘... 不是說十分困難的解謎來的 這裡我們可以進去的鏡子 其實類似這些... 手機上的付費遊戲呢 不知道平時大家會不會... 去到付錢去買 但是其實呢... 久不久都有一些... 傑作... 是十多元二十多元... 可以直接付錢去買的 因為其實... 其實平時大家去到玩手機遊戲... 那些免費遊戲... 你一課金... 就已經百幾二百元 你不會課幾十元的嘛... 你一課金就百幾二百元... 所以其實一隻... 二十多元港幣的遊戲... 其實如果是好玩的話... 是值得去到付的... 更何況這個是一間香港公司... 香港遊戲公司... 我覺得是應該值得支持的... 好了... 第二版... Chess... Life is like playing... 喂...太快了... 太快了...看不像了... 人生就像下棋一樣... OK... 第二版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比較小一點... 就看看怎樣解釋了... 這裡可以踩... 踩按鍵... 之後開啟燈... 我們如無以外應該都是... 轉過... 轉過光的方向... 我們試試把他照在女生那裡... 之後再踩... 不是啦... 我們要射到那盆吊燈那裡... 有個吊燈的嘛... 我們打斜... 爆到那盆吊燈那裡... 應該是這樣... 之後就會亮起... 這盆吊燈... 之後呢... OK... 又有玻璃橋... 之後... 呃... 游走的女生... 入鏡... 他每一版... 應該是會有... 三個的area... 就要去到解釋的... 而且他每一個area... 你完成了一個解釋之後... 他背景的音樂是會變的... 所以現在這首歌的理論上來說... 應該跟剛才我們... 剛剛進來的那一版的時候... 那個音樂已經是不同了的... OK... 那這裡也很簡單啦... 應該都是... 轉一塊鏡... 射過去... 那邊... 然後這邊再動... 再射一盆燈... 我們按這邊... 如果大家是玩慣了一些... 節奏上比較快的遊戲的話... 可能對於這些節奏比較慢一點... 那個... 哦... 我明白啦... 是要這塊鏡... 是要這塊... 然後中間這幾個箱... 我們... 拔開這些... 這些箱... 拔開到... 這樣其實應該已經夠了... Perfect... 輕鬆... 對啦... 所以這個遊戲呢... 他的解釋呢... 我們現在暫時第二版... 看到的難度都不是十分之高... 適合... 男女老幼... 不同年齡層的... 應該是可以... 然後應該還有一個解釋的... 這個... 第三個就複雜很多... 第三個就... OK... 我們先踩一踩一踩一踩... 看看哪塊鏡... 但其實我不是可以直射到... 盞燈上嗎... 如果這樣的話... 我這樣轉一轉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射到盞燈上了... 但之後呢... 噢... 要射兩盞燈... 對... 對... 還有第三盞... 那我直接轉這盞就行了... OK... 搞定... 吃碗麵... 平時玩開一些打打殺殺的遊戲... 像這些一樣的... 很放鬆的... 很維美... 很淒美的感覺... 嘩... 這一版要... 全坡圖... 藍色去藍色... 紅色去紅色... 我會不會需要動一些鏡子... 我會不會需要... 我會不會回到這裡... 我應該是要去... 這裡... 中間... 黃色這個位置... 它可以讓我... 拔個把... 那些箱子是不是可以動的... 那些箱子... 可以動的... 它動的箱子... 然後再... 剛才我們拉到這邊... 裝箱子... 拉到這邊... 然後... 然後... 回過去... 我希望我不會在這個... 頭兩版的 playthrough... 去到... 影響了大家... 玩的時候那件事... 但因為我剛才說了... 我不會玩得太遠... 我只會玩頭兩版給大家看... 然後過這邊... 我們去黃色這個位... 然後... 拔到這裡... 先... 移動這個... 手把... 然後... 這裡放了... 咦? 這邊出來... 然後上這裡... 然後... 真的要... 重複回來... 我們這裡走過來... 把這個箱子推上去... 然後... 這個箱子我們... 我們可以拉的嘛... 我們可以... 把這個箱子... 推到這邊... 然後把這個... 誒... 創複回來... 輕鬆啦... 這個拉過來... 那就可以過去了... 年紀小的觀眾... 可能未必知道... 要創複回來... 但我發覺近來... 看我打遊戲的觀眾裡面... 多了很多老鬼... 所以... 大家自己出來... 暴露年齡... 創複回來... OK... 最後一道... YES... OK... 過了... OK... 接著... 之後呢... 女生在這裡... YES... 還未追到他... 即是這版本還未完... OK... 我們完成了... 第二個 chapter... 接著第三版...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遊戲... 是有趣的... 大家想知道之後的版... 之後那些解釋是怎樣的... 希望大家都會支持一下... 香港公司製作的遊戲... 20多元... 可以在這個App Store... 可以在這個Google Play Store... 在iOS... 或者在Android上面... 都可以下載到的... 好了... 我們今天... 試玩Lilu這個遊戲... 先到處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如果下次我再找到... 有什麼... 值得介紹的手機遊戲的話... 再跟大家介紹... OK...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就可以了... 因為緊身就會脱取... 嗯... 市內容我會可能折... 所以現在背蓋了...